现在来去看未来啊 几乎都可以知道说 2024年啊 差不多就照这个剧本走了 易经的角度来看 从甘致的角度来看 从陡座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都可以知道说啊 这绝对会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一年 在假年的时候呢 太阳化季 到底要谁当太阳 这一年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 大家好 2024年开始 开始走路假年了 这个是假成年 成它当然在十二地址里面 代表是龙 它也代表是土地 而且是属于木的土地 那什么叫属于木的土地呢 通常指的就是说啊 这个土地啊 基本上是相对来讲 是会长出东西是有活力的 那这边代表的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视为啊 是可以飞龙在天 往上飞了破土而出的龙 因此呢 在假成年的时候啊 这个假的四化 对应的这个地址的成呢 它就有很多美妙的含义会出现了哦 我们几乎都已经可以知道说啊 它跟中国因为政治情势的关系啊 会在2024年 我们会有比较大的一些压力 不管在经济上面 政治上面 甚至是国防上面 这个是几乎是共事啊 它都不算是预测了 但是呢 就像我们说的哦 这是一个土地里面重新冒出新的生机的一个年的机会哦 有时候这些冲突不见的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有的时候这些经济啊也不见的是个不好的事情 甚至可以被视为是脱胎换骨的机会 假这个天干的四化呢 是连针化炉破均化圈 五曲化科太阳化鸡 一月份当大家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啊 基本上啊 我们已经在受整年度的假天干的影响了 四化的天干 它所产生出的那个化际的位置啊 才是整个诸轴 因为我有所空缺 我才会知道我到底要追求什么 一整年度我觉得我不满足跟空缺的地方 就会是我追求的点 那追求的地方呢 基本上看鹿泉科 至少要看花鹿 也就是鹿水鸡肘 这是我们之前一直都跟大家讲过的 所以呢 在假年的时候呢 太阳化际 到底要谁当太阳 太阳代表是主导领导复兴嘛 制定规则的人 这件事情呢 会造成了空缺 化际是空缺嘛 会造成一整年度 大家觉得不够啦 空缺啦 然后因为空缺不够而产生了纷争啊 等等的问题 不可否认的啊 在2024年啊 不管是从易经的角度来看 从甘致的角度来看 从陡座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都可以知道说啊 这绝对会是一个 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一面 看谁要当老大 对不对 太阳是老大的意思吗 连针化陆 化陆来补这个化际 连针化际是什么 化气为秋 也就是说呢 他指的是说 能够约束 而且可以稳步的前进的人 所以这为什么连针化陆 叫连针清白隔 因为呢 我透过约束我自己 很清楚的知道我要干嘛 去发挥我的说唱 就会让我产生好的 人际关系也好啦 财富也好等等的 那这是一个连针化陆的一年 基本上啊 连针化陆的连针清白隔 去补了那个太阳化际 也就是说在这个一年里面呢 只要是谁可以按着规则做事 可以呢 拓展更多的机缘出来 因为连针他有外交官的意思嘛 所以他有拓展更多的机缘出来 他就会得到那个领导者的位置 那连带着这个破均化权呢 就表示说啊 会有更新的一个开创性的 一个局面会出现 你的梦想会得以啊 能够被你所掌握 当然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要花不少千 所以无趣就花磕了 这个是2024年啊 主要的司法诸咒 现在来去看未来啊 几乎都可以知道说 2024年啊 差不多就照这个剧本走了 这个大选完之后啊 那个两岸一定是更加的剑拔弩张 然后呢 他却会是一个比拼两岸的领导人啊 谁能够啊 约束好自己 谁能够把该做事情执行得更好 谁能够得到更多的国际社会的支持 他就可以拥有更多的话语券 在这个亚洲 这一年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 阿丹 因为化科啊 无许化科 化科就破财啊 明年台股的状况一定是不太好的啦 没有钱可以买股票的啊 想要买股票的啊 然后不知道该什么 什么时候有办法进场买啊 台积元永远这么贵啊 觉得自己钱不够的啊 2024年都是个好机会 我们会有机会可以看得到 在15000点以下了 房地产也是最慢的最慢 大概中秋节 只要他不是真正淡黄区 什么叫真正淡黄区 台北市来讲就是只有大安区 叫真正淡黄区 只要不是这种的房价都会松动 假的淡黄区 至少可以看得到跌20% 而且想要买房子的就开始考虑了 只要他是非淡黄区的 直接八折砍下去 或者七折砍下去 他现在还不会卖 中秋节以后才就开始考虑了 因为他发现他卖不太掉 我许花科花钱 你可以把它花在你对的地方嘛 但是别人有可能是破财啊 这个明年整个主轴呢 不管是国际局势 或者是国家社会 或者是自己 都必须要掌握好一件事情 拓展更多人脉 因为他是连针划路嘛 所以这个人脉要是规矩的啦 那种乱七八糟的是不行的 就个人来讲 你要做什么事情 要很有规范的去做 然后很照规则的去做 然后很努力的拓展外援 基本上啊 你的太阳就不用怕花季 因为连针会去补它 这是一个啊 你可以啊 去完成梦想的一年 就我们个人来说呢 如果说国家是一个转类店 那个人当然也就会是 你或许会在这一年觉得 恐慌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觉得不安 但是呢 只要你稳稳的照着步伐走 梦想很容易就会出现 虽然乌七华科要花一点钱 详细的这个诊断的预测影片呢 一样的 如同去年 我们会把它拍成 90分钟到120分钟的 七岁一岁影片 那包含对于 主要12张星盘的人呢 每一个人在今年要注意什么事情 2024年啊 所有人 子母公有一颗陀螺心 某一些人呢 在这一年 很容易出车祸 那我们就告诉大家 某些人在这些年呢 容易跟人家合伙 会有问题 我们就告诉大家 我们有招牌的活动嘛 对不对 然后预定我们的趋势预测 如同每一年呢 我们这个趋势预测 所收的签 一分一毫啊 全数的都会 帮大家捐给门路医院 如果想要了解 更详细的明年趋势预测 包含更精细的 整体的政经局势 以及个人的一些 未来所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并且呢 大家愿意跟我一起啊 支持 这个在偏乡地区 一直为我们 付出很多的门路医院的话 也就可以请大家呢 购买我的2024年 夹成年的 确实预测影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